不外遇 不外遇的牙齊 都不外遇 有 是說 霍玄是寫滿意 霍玄是滿意自己的 霍玄寫因為 霍玄是舒服跟自在的 為什麼 霍玄跟那邊分享的時候 霍玄就說 有啦當下發生事情的時候 或許 心裡面會不太舒服 可是霍玄會去調整 想到也是要想這點 我們要怎麼去改變 我們的心 所以通常就是睡一覺 或許大概明天 整個事情 露一下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張表 你覺得你的生活 有感到有歡樂 很多人都說 有煩惱 所以霍玄以前一個朋友 大概認識二十年的 之前為了當老師 為了那個霸凌事件 一樣就是走上一些 就是法律途徑的地方 他跟霍玄說一句話 他說 我怎麼看你好像都沒有歡樂 霍玄這樣說 認識了霍玄二十年 我看你好像都沒有歡樂 我說我怎麼會有歡樂 我也是有歡樂啊 只是我剛才有歡樂的時候 我很快我就能夠化解了 這個就是有修到 我們沒修到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有修到 我們知道如何去把我們的心擺平 這一張表他也說了 你覺得你生活有歡樂嗎 有 你有辦法解決嗎 可以解決嗎 可以解決嗎 不可以解決 你一直在那邊煩惱 只是心裡面不舒服而已嗎 那你還在擔心什麼 那如果說 你覺得你的生活中有煩惱嗎 沒有煩惱 那你還在擔心什麼 所以重點就是 不管有煩惱 沒煩惱 重點的感覺就是 你要怎麼去 去 去 就是沒辦法擺平 也沒有必要煩惱了 因為煩惱也沒辦法去改變什麼 所以事實上 這也是我們一個心的 一個自我調節 好第二個 這點我們分享一下 人生是淬戀靈性的一個場域 事實上我們都知道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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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噸不完 事件燒了 你我們知道 聽到這個道理我們知道 你說事實燒了 要慢慢慢慢 我們一家去應徵 我們的一個心 我們的一個心 剛才這家辦一個時候 我們是怎麼去應徵 那 這裡 我們就覺得 呃 師尊有說到這一個 舍身辦到 我們都說舍身辦到 等於說 我們可以全心全力 投入在這道場裡面 其實 師尊他就講了喔 好 他說 舍身辦到 俗子就夠了 什麼叫做舍身辦到 有零零零的就出來做 無零零的就出來做 無零零的就出來做 所以霍學看到這句話 本來那一天 美香講師就是 教霍學就是 來講這一個班 霍學有稍微思理一下 因為霍學覺得說 霍學的力就是 比較平凡 那就是一些生活上的一個體悟 霍學也沒辦法說是 玄妙的一個道理 怕把我們招摸到 不過霍學快樂老師下的一句 還沒有靈體 我也要把這個機會出來 我也要把這個機會出來 聊完 所以霍學就答應了這一個班 也跟大家共勉 就是真的有機會 不管有沒有能力 就是要出來做出來學 好 來跟大家說到 結論 我們這個結論呢 就是跟我們說到 人生如事 事如人生啊 每一個人啊 都是我們自己一生裡面的一個導演 每一個人也是 我們一生裡面的一個主角 每一個人都做主角 你怎麼自己做主角 導演一齣人生大戲啊 事實上就在於各自的一個修行 那剛剛有講到 我們各自的修行 不是在佛堂才叫做修行 在我們人生的一個時時刻刻 在我們人心的一個變化 在我們遇到任何一件事情 這一張表有講 在我們每一個起心動念 在我們的待人處事之間 在我們每一個受難受打之處 只要你心裡覺得不太鬆快 覺得卡卡的 覺得都怪怪的 這個時候 我們就是要啟動自我關照 到底啊 像柯雪先生說的 踩到了你什麼點 反觀智障 拉到自己身上 來做一個思考 真正把修行 落實在我們的人生當中 好啊 柯雪無比上的天下 啊嘛 就是他這個題目啦 那跟大家做個分享 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 髮息充滿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們接下來歡迎我們的親愛之公团 跟我們做舞蹈的表演 噓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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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下 坐下 就起坐下 好欸好 好耶 好棒好棒喔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